哈囉 大家好 我是桑姐 你們是想會有種感覺 就會讓你畫起手機 尤其是社群軟體的時候 常常可以看到一些 服飾寬的美食 那這一次 就在IG 精選了 八種各種賞心悅目的廣告美食 第一家是來自 洪瑞珍的夾心餅乾 你叫洪瑞珍嗎 你不知道洪瑞珍 這個洪瑞珍呢 是賣三明治的 然後它出了三明治的夾心餅乾 我覺得它看起來很像白色戀人 它看起來很小一個耶 三明治是鹹的 所以我不知道它這樣做裡面會爆什麼 喔 它看起來好像很好吃耶 超小一個唄 它的外皮就是白色戀人的貓舌餅乾喔 它根本沒有洪瑞珍的三明治味啊 它只有滿滿的 清起司 跟奶油感 而且它這個餅乾不好吃 它有點太濕了 它沒有那個脆度 然後它的殼又有 香草精的那種奶油的味道 但是這邊洪瑞珍完全沒有洪瑞 一點關係都沒有 你看吧 它只是長三角形而已 那有什麼連接感啊 它只是想要額外開發其他事物而已 我覺得它如果加一點點的那種 鹹感 肉的味道 它應該會還不錯 總而言之呢 我是不會回購的 我不會回購 那第二家是來自 但是你看那個圖片 你是不是覺得它那個外皮太激動很韓人 它感覺很大耶 好 我們的雪里紅菜包蒸好了 它真的是非常的低噴 它感覺算很多耶 嗚 沒有照片那麼滿 大吉台算滿了 滿彈的 它其實其實滿好吃的耶 要是一早剛起床 然後不會很刺激的東西 對 而且只是不知不覺就會把那一整個起掉 纖維感不會很重 就是它那個葉子的部分 你咬幾下就可以吞下去 然後它裡面還有一點點金的部分 可能會有點脆脆脆脆的 喔 它裡面看起來有一點點那個素肉末 因為它這整顆是素的 但它吃起來不會讓你覺得 這是完全一顆素的菜包 它整個濕潤度啊 麵包的彈性啊 還有內餡的調味 都恰啊 但有好處 整體來說是滿好吃的 那一顆多少錢 34塊 跟外賣的菜包差不多啊 真的沒什麼好抱怨 那我個人呢 還是不會回購的耶 包子其實本滿隨手可得的東西啦 所以我不太會特別回購 如果還要付運費的話 它本質是還不錯的 不會 就是非常好吃的 我一定要 需要再 噢 我怎麼做 我要吃那個 你剛剛是直男聲音了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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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家是買自平好乳酪的 皮蛋泡芙 你看那個圖片還感覺放一顆皮蛋裡面 它甚至那個蛋黃還給我流心耶 好吃外表就好 噢 你不能這樣子 等一下還有創意好不好 超餓 其實呢 平好乳酪它是一間很有名的 乳酪蛋糕品牌 是嗎 這樣做的都跟把 推出奶放在 披薩上的 這就是台灣現在的蜂巢啊 你要跟上啊 亂搞一趟 一大堆觀眾 傳這圖片給我 你看大家都跟得上潮流 叫你這個笨蛋去買啊 但看它這個泡芙本人呢 外殼顏色是考得滿好看的 沒有差啊 沒有差啊 其實你面對它 它已經很努力想要讓你覺得它是一個好泡芙 好啊 是不是暫時覺得 它真的怕了一整顆 它這個表皮雞它滿小的 這個 而且上面綠綠綠的 快點 是不是真男人啊 這裡皮蛋就怕成這樣 我不像一樣嗎 我剛剛一開始的 這海花吐出來耶 它皮蛋也太有誠意一點了 太有誠意了 還惹不得不說 它這個皮子滿好吃的 我可以把皮蛋包出來 然後其他可以吃掉 脆脆實實的 吃了一大口 一進來的呢 是皮蛋蛋白的那個脆脆的感覺 再來呢 就是皮蛋中間的那個 流星的蛋黃 接著帶上來的是 泡芙的甜味 最後拯救這整個味道的 是你的露梭 我跟你講如果拉掉皮蛋 如果是肉鬆配的這個泡芙 我會覺得好吃 而且它表皮做得很讚 這個泡芙就好吃的啦 它有限給超滿 它的花間泡芙是軟的 它不是那種硬脆泡芙 總之言之呢 這個皮蛋泡芙 我是不可能會回購的 那我只會吃它的泡芙 它其他口的泡芙我們買 皮蛋泡芙請離開 第四家是來自 李牧國水的草皮空氣脆 我當時看到這個時候覺得 喔漂亮漂亮啦 但是有需要讓它變成一個 宅配美食嗎 因為它看起來就是一個 棉花糖很像草皮 這其實我看到可能還是會想吃 原來你有一顆上心啊 草莓 誰能看著草莓對不對 對喔 不要鬧了 哇喔好可愛喔 哇它跟昨天其實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它這樣配很脆耶 它棉花糖吃起來很像蛋白糖 它想說搞不好自己 有些人淹一些糖 再去凍乾 已經有點像是那種蜜餞的那種感覺 對對對它整體好甜 它有那種烤夠的香味 我覺得它草莓不要額外加糖的話 就會很剛好 因為其實棉花糖已經夠甜 這需要喝水 這一盒280 98顆一顆大概4040塊 有一點小味啦 因為它可能怪草莓乾 個人呢 我是不會沒夠的 我也不會 我覺得它草莓應該糖漬 相信各位年輕懶豬 應該都叫BPM吧 接下來歡迎看看 我們家的老爸老媽 他們平常會怎麼使用BPM哦 算了 他根本就沒有要配合我的意思 算了 他根本就沒有要配合我的意思 張婕宇 我聽那個鄰居說吼 用那個什麼BPM 在網路上訂房 他買機票會比較便宜耶 阿媽帶我去巴黎打 你不要跟鄰居這樣 萬用網路上來自你的BPM好不好 你這樣輸入信用卡的資料都不會怕怕的嗎 你要打開Subschr VPN 這樣你的資料才安全也有保障 抖抖抖 撐抖 那老媽說 你那個網路 用那個BPM傳送工作上的檔案和接收 好像還蠻安全的 阿也是沒有辦法啊 這隻貓在這邊 我 我沒辦法工作 老媽說得是對的喲 你只要打開Subschr VPN 透過加密編碼 你就可以保護你的網路位置 可以下載歷史 在公共無WiFi上也可以使用 所以只要到外面任何有網路的地方 就可以安心工作了嘛 說不定你的線上活動 我還要用 但學生都要用BPM吧 對喔 不要離老弟耍小聰明的部分 只要打開Subschr VPN 就可以讓你在網路上 你戴上一層面具 保證你安全與私密 也可以遠離各種電子病毒喔 那瑞也跟我一樣 只是喜歡在串流平台上看柯南的話 你就會發現有些幾數在台灣看不到 這個時候只要打開Subschr VPN 在網路上更換成其他國家的IP位置 就可以瞬間移動到 可以觀看全部柯南地區啦 Subschr VPN還有30天的退款保證 各位來注意 也可以先試用看看 點擊下方自下連結 必輸入專屬折扣碼 地區就可以獲得專屬優惠 可以獲得3個月的免費服務喔 第五家是來自門前飲味的烟豆干 門前飲味呢 是一間非常火紅的店 它的牛肉麵是一訂了 可能要等級給你才可以拿到 訂了自己都忘記了去吃 所以呢我們就買了它的豆干 它上面寫說 它是豆干界的霸主 我個人呢 可是豆干人 唯一會好好的審視機霸主 它的圖片看起來超級謙虛 它是看起來很乾乾淨淨的豆干 整個都沒有 бол 看起來很好吃欸 我看起來是破壞的事情的嘛 那就是一個豆干 它不是人家的綠葉 它是我喜歡的那種豆干 豆干本來的水分是很高的 你一咬它會直接碎在嘴巴裡的那一種 然後它裡面的孔洞呢 有一點裂痕裂痕 它就會吸那個湯汁進去 滷汁本身是沒有問題 但它豆干太薄了 所以整體會吃起來偏重偏鹹 而且除鹹度的話 它的味道 真的好吃 好吃 就它的滷汁不會說 醬油味很重 中藥包的藥味會很重什麼的 它現在就是 有它四級的Style在裡面 有些豆干會有那個豆的生味 可是它沒有 哦對對對 一包是150 欸很便宜耶 那總而言之呢 我是會回購的唷 放一整塊的 我真的會愛死你比較豆干 第六家是來自兔仔花的 奶油奶茶肉圍布朗尼 我當初看到這個布朗尼的時候 然後我來想說 它看起來好像生巧克力 就不太像布朗尼的感覺 它上面也給你一個超大的胡桃 那它本人呢 看起來真的也的確是這種質地 隨時都會融化的布朗尼的感覺 好 我可以吃的沒了 好啦 吃就吃麻辣雞怎麼吃啊 哇 它超難養的耶 它豆干很重耶 而且我覺得 香料奶茶的味道 它真的超濃 而且它真的很像生巧克力那種布朗尼 它沒有那種高感 因為它的質地其實算是偏厚重的那種 很猛 這個香料味卻可以默默的讓你覺得 欸你吃兩三口也不會覺得很厚重 它這隻敗在不像布朗尼 但是現在真的是有一種趨勢的布朗尼 就是想這樣 我滿喜歡這個口味的耶 這一塊呢 我剛看它價錢是180塊 我覺得如果它出現在咖啡廳裡面的話 我會覺得180ok 但是它是宅配 所以就少了一點氛圍感 如果要送人的話 我是會回購的 那如果我自己吃 我是不會回購的 不會回購 我自己做就好了 你自己做 然後贏得過它 米奇家是來自 楚屋的夢幻星空蘇打羊羹 它照片感覺很像一個什麼 塑膠 然後上面有些亮粉在裡面的那種 喔對喔 亮粉 羊羹印象中不都是小小的 像紅豆紅豆那種顏色嗎 它上面給我寫說 它是用蘇打加牛奶 這兩個是可以結合在一起的嗎 蘇打 好 它是蘇打蘭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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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尷尬 哈哈哈 它跟圖片上是一模一樣的呢 所以它真的有亮粉耶 而且它轉的真的很通透啊 很想一直往裡面看的感覺 我看到你的臉 那你真是好視力耶 我不知道我要吃什麼 羊菜的那個口感很重啊 它好像那個糖果 透明 透明 長糖的 大家都不想拿 它上層是蘇打 下面有一層牛奶耶 它的那個蘇打味就很像冰棒的那個蘇打的味道 它不好吃 它真的蠻適合那一觀想的耶 它看起來真的好好看喔 我不可能回購的 不會啊 這是什麼東西喔 我吃都不要問它價錢耶 這個多少錢 680 680 太快了吧 怎樣啊 680 不可能會夠啦 搞什麼東西啊 80都不會很夠 第八家是來自 春一枝的西瓜冰棒 我看到這個圖片我就受不了了 因為現在聽超級無敵熱 我還真的沒有見過人家做西瓜冰棒 很爽 花蓮西瓜 消暑解渴 台灣古早味 而且 它擺真實西瓜在旁邊 它應該是要表示說 它吃起來應該是像真的西瓜一樣 不是香精西瓜 你直接要拿走是不是啊 它好像真的一顆西瓜擺在我面前 我直接用湯匙吃它的感覺喔 酸酸 然後還有那個果肉的感覺 喔 它說海鹽西瓜耶 它那個海鹽點真的好棒 冰在嘴巴龍頭 感覺是西瓜汁 喔 那西瓜好fresh喔 而且它這個西瓜還有那個西瓜邊邊 白白的那個地方的味道 清冰口感 好爽喔 比原本的西瓜再甜一點點 但是我在想 它應該是為了要綜合那個鹹度 所以它有加一點點糖進去 但是那個糖又不會浮到超級重 在冰棒裡面是合理的 是不是你還有要講話嗎 你大概好 所以是多少錢 加那個什麼羊肉 那花600塊 這可以買12隻耶 總而言之呢 這個西瓜冰棒我吹回購的唷 我等一把給我喔 好 那我們先來公布我們的前三名 那我第三名呢 是 褲仔花的 南洋奶茶 肉桂布朗咪 我很喜歡它的層次感 我的是那個 草莓空氣唇 好少女的選擇喔 我的第二名呢 是 門前飲味的 醃豆干 那個口感 那個布朗咪 它很特別 那我的第一名呢 西瓜冰棒 西瓜冰棒 真的太好吃了 好 那你喜歡廣告美食系列的話 記得訂閱我 開小鈴鐺 再給的話 記得按個讚喔 也可以追蹤我的IG 那如果你在社區上 有看到什麼很酷廣告美食 也歡迎解圖私訊給我喔 好啦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掰掰